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就讲讲这个 林郑又说不联合之后 李家超就马上宣布参选 辞去这个政务司司长的职位 一直就有个原念的为什么一路都没有这个委任 或者叫任命这个政务司司长的安排呢或者处任的安排呢 大家都一路问林郑就今天开始疫情记者会终于就开了钟了 有记者去问 有两个职位 第一个政务司司长的职位 怎样搞啊 第二个就是这个候选人叫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席嘛本来就是李家超做的 现在就他辞职了那谁做啊 林郑今天就透露收到通知了 他说现在特区政府就只剩下不足三个月的任期 中央人民政府不再任命政务司司长 他说你亦都征诚中央之后你都不打算有任何的处任安排了因为有两种向大家解释一下 你可以任命那个是正式的政务司司长 任期就得两个多月 又或者就说那个不是正式的是一个处任的你找一个 是比较资深的这个局长或者其他的人入去做处任这个政务司司长 譬如有升陈茂波上都可以的嘛是吧 他兼任财政司政务司司长都可以的有人在那 是吧 现在就说征诚了中央的意见之后呢 不打算有任何的处任安排 即是说 政务司司长这一职就原空直至6月30号 林郑这届政府任期戒满为止 好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奇特的现象非常有趣的现象大家记得 即是这个 林郑做政务司司长要 这个参选的时候 胡苏珍做财政司长要参选的时候 就要辞职嘛 那么中央呢那时就是 宣布他两个免职 同时呢 是马上是任命 就这个这个 陈茂波 做这个财政司司长大家记得啦张建宗做政务司司长 到林郑的任期 即是当选了之后 这两个是继续 这个政务司和这个财政司 继续做下去 很快就 做出这个任命 免职之后马上任命 为什么 今届不是这样呢 以往也是的 以往譬如说唐英年参选的时候也很快做了免职 做了这个任命 为什么今届不会呢 林郑就强调 任期比较短 只剩下两个多月的货 也有一点 即使政务司司长出决 对政府的工作 影响 没什么大影响 有部分法定功能 但是他不多 如果需要行使职灵的话 都可以缓引法律 指派另一个公职人员 去替代他的工作 强调大部分的权力 现在才是关键 这一句 都在行政长官那里 大部分权力在我手上 好像之前的恶秀权 都可以收回这个权 他强调在他那里 由行政长官指派其他人负责工作 譬如 现在和立法会内会主席副主席的每周的例会 本来是李家超去的 现在改派 特首办主任陈国经负责 我派谁去都可以 好了 上任的时候 林郑辞职 最资深的 处任政务司司长 如果今届 由谁去处任才对呢 就是王錦星处任 因为她是最资深的局长 再上一届 唐英年辞职 谁去处任呢 就由林瑞麟去处任 今届 什么都没有 我解读一下 林郑说 政务司司长出决无可否认是很少见的情况 外访也有处任 但正宣中央意见之后我也不反对 可能今天的行政长官曾经担任过四年半的政务司司长 看来都可以兼任得到 如果有人填补的话可以分担部分的抗疫 执行工作 现在 整个防疫工作是由行政长官负责 今天记者会也透露 资格审查委员会找了陈茂波去做 代替李家超 然后徐英伟的民政事务局局长 空缺由 教育局局长杨润鸿 兼任 他说不代于 有多少候选人参选 最重要的是参选人都获得确认 国外港 付节假期后就会马上召开会议 如果 陈茂波可以代李家超做这个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席 为什么陈茂波不可以代李家超出任这个处任的政务司司长也好 或者是任命他兼任政务司司长也好 又或者如果当年张建宗做劳福局 最资深的局长可以处任政务司司长 为何黄錦升现在最资深的局长不可以处任政务司司长 如果 徐英伟这个空缺都只有两个多月 可以有杨润鸿去填补 兼任也好处任也好 兼任 为什么政务司司长也是两个多月 这么重要的职位 就不可以找人去处任 有很多个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就跟林郑有关 不是跟两个多月有关 是跟林郑有关 大家记得当年六八九 就临门一脚 没得连任 连任办都搞完 没得连任的时候 宣布是不会割组 来近这届的行政长官选举 当时中央的回应是 深表远式 港澳办和中联办发表声明 深表远式高度评价 充分肯定其任来的工作 当年六八九 得到这样的待遇 林郑呢 港澳办中联办中央政府 没有任何的表示 冷处理 一句说话都没有 有些记者也不生性 就问他 他说我的辞职是个人的决定 又不需要任何一个政府部门 包括中央 去发稿 去肯定我的 其实这个这样的说法 是 怎样说 一种 把头埋在沙堆里面 事而不见 其实就是告诉你 为什么你和梁振英的处理有这么大的不同 就是 中央根本就没有 对你深表远式 没有高度评价 也没有充分肯定你的工作 换句说话来说 2019年发生的事 2020 2021 到现在2022 疫症的事 你是要找数 你没得练 因为2019年 出了香港这么大的乱址 到今天 这是骆驼 背脊上最后一根稻草 已经压扁了你 本来是走着潮的 你武功也有劳 但是到今天你发现疫症 你是完全处理得非常失当的 所以 没得做了 你没得充分 高度评价 充分肯定你 没得高度评价 充分肯定你 怎样影响到 政务司司长的安排 你听听林郑今天出来开记者会还是牙斩的 我觉得我的能力很高 做了四年政务司司长 四年半 我兼任没问题 政务司司长其实也没什么做 权力不是很大 可以由其他人做 代替 不如没有了政务司司长 林郑自己做了 或者将来的行政长官做了 还搞了政务司司长做什么 如果你这么说 是不是 你会说到这个政务司长是可有可无 完全没有说服 我可以解释 我自己觉得 张政府 有他 政务司司长的人选 林郑也有他 处任的人选 两者 在这个问题上 有不同的看法 预期是这样 不要跟你再讨论 就不放人下去 说这几个月 就不放人下去 你自己做了 我自己觉得 林郑这个做法 没有了两个多月的政务司司长安排 是 看得到 中央政府进一步 进一步 将林郑边缘化 你提的人选 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 不如圆空 就在 我自己看 林郑不是不想没有政务司司长 林郑是不想他 不熟悉的人 坐在这个位置 他不熟悉的人 不喜欢的人是谁 现在呼声很高的邓炳强 林郑不想在这两个多月内 剩下的任期 找邓炳强 做他的 所以 他提过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中央又不接受 于是 唯有就是圆空 林郑自己做饱他 所以我看到 武官上场 另一个武官做第二把手 这个已经成了定局 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安排 进一步看到 林郑和中央的关系是很恶劣 不单止他 宣布不连任没有一个高度的评价 没有深表远色 没有充分肯定 不单止是这样 我觉得如果在这些问题上 他也不相信中央的意思 王朝 朕的意思 你要是揣摩得到 揣摩不了 你就没有运行 不单止是他 在任来 中央政府对他有很多 负面的看法 而即将下任之后 只有几个月的课 你都不相信他的意思 我觉得林郑 下任 一定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他的下场 跟曾荫权是差不多 是什么都没有 这是肯定的 他现在 手中拿着 权力 仍然 握得很紧 如果你这样的话 在中国官场里面 一定 一定是不会有机会 像董建华那样 梁振英那样 他现在要考验你 服从 你看到林郑在这个问题上 正正 刺痛了中央的要害 就是你不服从 你还要拿着人事的任命权 对不起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 将会最后是一无所有 什么都没有 会不会像 曾荫权那样 会被人捉痛脚 会告呢 我不知道 但是 肯定的一句 他 什么都没有 只会成为一个白丁 他没有办法 这就是林郑的性格 决定了他的命运 暂时经历到这里 我非常继续支持 我深植药博的频道 多谢你收听 再见